这把游戏前期发育很久 但是后期杀的真的很爽 可惜最后被 我与车子不共带天 拿完空头我们就走 我可不想在空头附近打架 人只会越来越多 所以第一时间就走 头也不回的走 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要往这边走 也不知道车在前面会打滑 更不知道打滑后 正好看见一个附近 这一切都是巧合啊 我真的没有开火眼金睛呢 车子的耐久不够了 所以我们要换一台车 换车肯定要来这条马路上的 这条路刷蹦蹦的概率会很高 十次八台蹦蹦 毫不夸张 诶等等 右边有台摩托车来了 我们开过去 切洒秀一波 诶诶诶 怎么变成跳车少了 算了 没事 带走就好 然后再来换车 看了一眼圈 继续选择这个老点位待会 要是有人路过 安排他下一把游戏就是了 没等到人 但是等来了下一个圈 这个圈去假车库上面的炮楼 别提有多爽了 往下看 来了之后必须把车这样停 假车库就修不到我们的车轮子 上来必须也要提心吊胆 手放在开火箭上一厘米处 不对 是一毫米处 做好随时反打的准备 在确定没人后 尝尝一口气 用你的铁拳把窗户逐个击破 这样看视野更加清楚 假车库先不看 毕竟上面可以打到我们 而假车库是打不到的 左看看 右看看 哎 来了 对着炒就躺进去了 动作相当初恋了 哥们平时没扫进炒的 别叫巴比爷了 叫炒里爷吧 然后上面继续看了一会儿 没有什么动静后 我们再来看假车库的 果然是有人 人影换过去了 老规矩 先拨窗嘛 哎 这个人怎么卡视野啊 是两个人在对打 我的 都是我的了 然后剩下的那个人肯定也不少 应该是不会跟我们对枪的 毕竟高打低他没有优势嘛 我们只需要掐雷 对着一楼小窗丢 就有几率被我们炸到 砰 三连爆走 哦 Anyways 铁包咯 都是我的了 哇 这雷真的帅 男粉坐下 女粉请尖叫 啊 渔夫 帅帅帅 先来车库卡一下进圈的人 这边进圈很近的 红蹦蹦往左边开了 红蹦蹦的实力很强的 放他进圈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对出来 这背进跟枪 扫中一枪 他路过前面的反鞋 还被野牛扫了 真是祸不担心 人摔的时候喝水都要被呛 那轮到我咯 OK呀 成功在人数只剩下11个人的时候 拿下的淘汰了啊 继续回炮楼站点 这点位可不能被其他人占了 来往了可能结局就改变了 继续在这里趴着看人 右边路过一台绿色跑车 看见绿跑车 我就想起了八旗之王123A 看美丽视频条件反射了都 哎 左边有人伏地 刚才晃了一下的 现在怎么又没了 再看看 他肯定会动的 找到了 那个小黑点 我去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被积胎没了 看了一下还有时间 回车库赶紧拿新的 想不到吧 我还有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越想越气 出击 必须出击 但是也要合理 在刷圈的时候过去攻点 没刷圈的时候容易被劝的 不对呀 就在这附近的呀 人呢 刷了先锋烟 在开车体验里 他车都在这了呀 人肯定不远的 我看到 在厕所 凉了 如果是这么唧唧的话 也不会生气的 记不如人嘛 但是看了开手视频就知道 我肯定反杀了 然后看这个圈 我以为捏坤在握了 没想到 就是这么随意且不经意的一跳哦 看到了这辈子都忘不了的人 黑短袖 牛仔裤大哥 一把大鼻屎 把我打得鼻屎横飞 高手的预判 拉扯 根本没用 完全在顶尖呆呆哥面前 是那么的不堪意 他只需要按住开火键 随意的那么转动一下视角 哦不对 都不需要对准 我们直接上前自己接子弹 哦 耶 八臂爷 哎 不对 自闭爷 我也自闭了 我来陪你了